你比你想像中的聰明,但是你聰明到能解這五個謎題嗎? 歡迎來到腦部記,今天要來看五個讓人百思不解的謎題 第五,醫生 一位父親跟兒子一起出去旅遊,結果突然出了車禍 父親當場死亡,兒子存活了,但是重傷 兒子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後必須進行手術 但是當醫生走進手術房後,說我不能進行這個手術,他是我兒子 請問這位醫生是誰? 這題應該蠻簡單的,如果爸爸當場死亡 想必能當他兒子的就是媽媽囉,所以醫生是媽媽 第四,迷水 一位警察走進了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 裡面躺著一個死去的男人,疑似上吊自殺 警察必須找出線索為什麼男子附近沒有椅子 桌子讓他站上去後跳下,只有一灘水在地面下 男子是怎麼上吊成功的? 在沒有椅子桌子的情況下,只有一灘水 男子死前是站在一個大型冰塊上 所以警方到來後只融化成一灘水 第三,謀殺現場 在一個犯罪現場,一具男性屍體躺在地上 頭部流著血 男性屍體手上有一把槍和一個錄音帶 其中一個檢察官拿起錄音帶並播放 以下是聽到的訊息 我受夠了人聲,所以我決定結束自己的悲痛 接下來可以聽到一個槍聲 所以檢察官認定這是一個謀殺現場 為什麼? 錄音帶在播放時已經被盜帶過了,所以是他殺 不太了解嗎? 如果假設男子自殺過程將自己錄音下來 那麼警方在播放錄音帶時必須盜帶才能聽 但是因為警方一按就播放 代表已經被盜帶過了,顯然是兇手殺了人 錄音然後再盜帶 第二,結機 一位男子結了一架載有10人和許多金錢的飛機 在飛機起飛前,這位男子所求政府人員11個降落傘 他在飛機上殺了所有的乘客,所以沒有人可以認出他 之後他拿了一個降落傘,並帶走所有的金錢跳下飛機 為什麼他要求11個降落傘,卻只使用一個呢? 如果這個人只要求一個降落傘,政府人員一定會給他一個破掉的 但是11個降落傘會被認為是給所有乘客包括結機的人 所以就不會給他破掉的降落傘 第一,巧克力 四位犯人拿到巧克力為了安慰他們在牢裡的艱苦 某一天11個巧克力隨機發送 但是犯人不知道其他人拿了幾個巧克力 所以他們開始一下對話 犯人1號對2號說 欸2號,你有拿到比我更多巧克力嗎? 2號說,我不知道 欸3號,你有拿到比我更多巧克力嗎? 3號說,我不知道 在聽著這3個人對話的犯人4號,終於回答所有人 我知道你們每個人拿到幾個巧克力 那麼到底每個犯人拿到幾個巧克力呢? 1號 犯人1號吃了1個,犯人2號吃了2個 犯人3號吃了3個,而犯人4號吃了5個 為什麼呢? 犯人4號一定是吃了5或更多巧克力 因為他到中間都沒有問問題 而1號犯人一定沒有吃過超過5個 所以是1到4個巧克力 2號犯人一定是吃了2到4個巧克力 因為1號問他有沒有吃比他多的巧克力時 易子 2號知道1號吃了1到4個巧克力 如果2號只吃1個巧克力 他就會說沒有 3號犯人回答2號,犯人不知道 所以他一定知道犯人2號一定至少吃了2個巧克力 跟上面一樣的邏輯 3號犯人一定知道2號至少有2個巧克力 易子3號犯人一定有3到4個巧克力 而4號一定是吃了5個巧克力 這樣全部加起來剛好就是11個巧克力囉 你們要答對哪一題謎題嗎?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讚和分享 想持續追蹤可以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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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